问一下爷爷啊 您觉得您这辈子 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教育下一代 这个生子啊 包括他的儿子啊 有对各家做有用之财 做有用的人 有效各家做农兴 你希望他发大财吗 谁不要生子发大财 他发大财是他的命名 是他的本事 是他他自己国人的奴隶 自己赶着喷勃 才发大财 我很难想像爷爷 要是不在了 你会怎样 如果说爷爷走了呢 那我不知道 还有什么支撑我的东西 我觉得爷爷在 你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顶梁柱 是天 也是一盏灯 一直在给你照亮 前方的那条路 你该怎么走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谢 从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电视机前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在云端 还有一些网友 参与今天的录制 本节目由三合一 新方法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 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 听听FM独家音频播出 更多的世界 有听的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 谢谢你来了的 官方抖音号和快售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重庆卫视 官方微信号 获取更多关于 谢谢你来了 台前幕后的故事 扫描屏幕右下方 二维码 关注重庆卫视 官方微信号 参加情感心理测试 有机会获得 精美礼品一份 介绍一下 我们三位老朋友 主播柴子璐 心理专家夏东豪 媒体评论人志玲 好 让我们一起来 聆听今天的故事 爷爷对我来说 不仅是爷爷 还是我的父母 甚至是我的一切 爷爷是一个对我老兵 也是一个牛饭子 她的脾气 也跟牛一样倔强 硬骨头 从小对我非常严厉 所以那时候 心里对爷爷 绰毛怨恨嫌弃 慢慢长大 从外面莫怕滚打 吃了很多苦 才懂得这种老牛的 坚守和担当 来 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 被制线人 萧又厚 你 这样子 可以 好 好 好 感谢 谢谢 请坐 您是哪里人 我是胡大 修行师能够学员 我是一位1969年 当兵 1973年 回地方 一个普通的 退伍老兵 退伍老兵 我在部队 跟他私人制作 通过我私人部队的 咱们生活 七三年 我陪我到退伍老 一时成家无浪 今天您孙子来向您道歉 可以 为什么道歉 她从小 夫妻 这些朋友有问题 她的妈妈 一岁多一点 她离家出销 她出售我两大千年的 是这么回事的 辛苦吗 带这个孙子 辛苦别办法 你吃着孙子 也不管 你老伴呢 你老伴呢 老婆她也 七十一岁了 现在还在吗 现在在啊 我以前在长沙 来我们掌声有请 志愿人萧条顺 徒伟老师好 三位嘉明老师 你们好 请坐 片子里面说 对不起爷爷 没让你吃到想吃的那碗牛肉面 这是怎么回事啊 爷爷自从退伍回来以后 就一直没有出过远门嘛 然后近期有一次回去的话 想带爷爷去玩一下 因为老人家嘛 带他去看一下 然后就到我们当地的一个小树民族的地方去看一下 结果回来的时候 但是这一点小小的要求我都不能满足他 然后小时候也是对爷爷心里有点怨恨 因为小时候爷爷对我们管得非常的严厉 长头发不可以留 还有指甲也不可以留 我现在有一次头发长了 我就死活不愿意剪嘛 爷爷就直接把我拉过去剪头发的那个地方 活生生的把我剪了 就觉得爷爷为什么这么不理解人 一点自由都没有 还有很多的事情也是小时候对爷爷很怨恨 就牛肉面只是个影子 对 是吧 对对对 孙子觉得你好不容易出去一次 想吃碗当地的牛肉面 却因为自己的疏忽 甚至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只注重自己的感受 对对对 反正我吃饱了 对我不饿 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 是吧 其实你也不是为了想吃那碗牛肉面吧 其实你是想干什么 我撕擦一下 那你试出了什么呢 爷爷是想去那边 就是试一下他们当地牛肉面的味道 你是说吃牛肉面的味道 不是试他啊 对对对 很少有机会去那么远的地方 虽然一百公里 爷爷不轻易开口 对对对 但每一次一次开口 你却没有在乎 所以你很愧疚 于是就联想起了 你和爷爷这种隔半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的一些往事 你就觉得愧对于他 所以也来道歉 对 爷爷小时候对你非常严厉是吧 非常非常严厉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一岁多的时候妈妈就走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性格问题吧 爸爸在精神上有一些失常 对因为也是承受这种打击吧 可能村子里面人经常说 说老婆走了 或者说我妈妈走了 可能他受了很多这种精神上的打击 然后他想的太多 导致神经方面就有些不太正常 所以从一岁多起你就是跟着爷爷来 对跟爷爷来来长大 爷爷对你很严格 因为爷爷是有军人作风的 非常严格 小时候记得那时候在学校读书吧 学校读书每次到赶级的时候 爷爷会来看我 买一些东西给我吃 就有一次买了那个两个包子 然后上课 爷爷就把我叫出去 就出来吃包子 我一看那个包子都扁了嘛 老人家可能没注意 放在这个后面的口袋里面 可能一座车可能压扁了 同学看到了嘛 后排的同学都一直在笑 我当时也觉得很没面子 恨不得找个洞装进去 后来我就想 我说爷爷我不饿 我现在不吃 其实我是想等爷爷走了以后 我想把那个包子 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但是爷爷一定要我吃 他说你要吃完再去上课 要看着我吃完 然后我就心不甘情不愿地 就把那个包子吃了 因为觉得没面子 觉得丢脸嘛 但是节约也是军人的作风 对啊 请柬 对那是读初中的时候吧 学校要自己拿碗 过去吃饭嘛 计数嘛 然后爷爷那时候 就给我拿了一个那种 有点缺口的碗 还剩了一点秀 我跟爷爷说 给我买个新碗吧 这个碗太旧了 因为心里也是怕同学笑话嘛 但是爷爷就说 这个碗又没破 又没干嘛 干嘛不可以吃饭啊 小时候开始是很不理解爷爷的 觉得爷爷这个人很苛刻 对我们要求非常的严格 但是后来 从妈妈的一些事情当中 我才感受到 爷爷那种军人的姿态 军人的当兵的那种气质 那时候是晚上凌晨几点钟吧 邻居家着火了 着火了之后 爷爷就感觉到了 就马上爬起来 第一个冲到那个楼顶 拿这个楼梯 冲到楼顶去救火 后来邻居门也 有些也是醒来了嘛 然后在爷爷的带领下嘛 就把这个火给浇灭了 平时看着干憋憋的一老头 但其实在发生事情的时候 对 他寝身而出 速度很快 这个爷们 速度很快 当时我也觉得 对爷爷心里有点刮目相看了 爷爷是当过兵一开始 我也不知道 也是村子里面的人说的 但是从来没有听爷爷说过 因为爷爷喜欢喝点酒嘛 有一次的话 在酒后喝得有点大了 然后他就说 说他在部队 很优秀 在部队做文书 经常跑出差 执行公务 也经常受表扬 那时候我就特别不幸 心里就觉得 爷爷在吹牛吧 后来就在救火的 那一次过程中 我看到了爷爷的那种 身上的东西 那种均匀的气质 还有一次 也是我大概八岁左右吧 外地有一辆 装了很多石头的那种大货车 经过我们村的时候 车上的石头不小心砸下来 就压到我们家的水道 那时候我爷爷在放牛嘛 然后我奶奶叫爷爷过来 我爷爷就跑过来 跟他们讲道理 但是那几个外地人 他不讲道理 比较豪横 直接就骂他 说你这个老东西 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然后就说着说着 就想动手打人 其中有一个人 就拿着石头 想向我爷爷砸过来 我爷爷就反应很快 就散开了 散开了之后 后面还有几个人想攻击嘛 我爷爷没有办法 那只有先下水围墙了 就拿那个棍子 拿个放牛 拿个棍子打 直接把那几个人打趴下了 他说 老子当个兵 老子是退伍老兵 不打你可以 但你们要讲理 你们还不讲理 老子还要打 他是不是有点像李云龙呢 非常非常的像 所以有时候在外面 抢爷爷的时候 看看李云龙里面的亮剑 然后就感觉心里 特别的亲切 特别的熟悉 爷爷是干什么的 卖流买流那种生意嘛 就留贩子吧 问一下可不可以 那可以 我教授以后 我是一门 为一九六主演 二门年间日五的 革命暂时 回顾我 陈西部队 十一支多地战斗以前 我名声 广东巨海王朝群岛 部队转变 后来 我们一九七三年 三年 从部队陪伍子一 子一分后 一直在家无能 我心里七十二岁的老人 对我甚至说 人生几何 好不容易过一子 明得他 做事有权分 但是有名字 不怕苦 不怕冷 从手理智所向 将会让老师作严 成分后续 还要做一个对国家 对你们有更新制裁的 判定节 谢谢 七三年退伍就回到老家 回到提法 然后是以饭牛为生 也不是 整个生产的劳动 适应以后 改革开放以后 他要做生意 我家里一口十九年 你有几个孩子呀 我两个男孩 他爸爸是老大 是老二 他爸爸老大 他也老提想 还有父母嘛 父母 双与老 下与小嘛 本来按道理来说 上与老 下与小 应该是他爹说的话 现在呢 这个事都闹到爷爷身上 对 但爷爷自己还有父母 也就是你的太奶奶 有 那时候 对吧 然后下面还有一孙子 就所有的重担 都到爷爷身上了 所以其实家境 是比较困难的 对 每次到过年的时候 都看到别的小朋友啊 然后同学啊 他们都有新衣服穿嘛 我们都是穿那种 补丁的那种裤子啊 衣服之类的 看到他们有糖吃 有父母同爱关心 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的 记得读书的时候吧 晚上很饿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 他买了一桶那个方便面 然后我那时候 晚上很饿 然后他吃完以后 还有一点点汤 没有喝完 他就放在寝室的那个 护栏上面 然后我在那看到了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去拿 我看旁边没人的时候 我就走过去喝了一口汤 里面还有点面条 然后有时候同学 他们吃的零食 有些还有一点点 没吃完 丢在地上 有时候我去 去捡吃一点 因为没吃过 没吃过那种东西 是不是每当你在发现自己 缺少了一些别的孩子 本来应该拥有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特别恨自己的母亲吗 会啊 会啊 我把那照片全部 剪碎 你现在还恨吗 现在 现在放下了吧 现在见过他吗 中途有一次回来过 大概也是十岁左右吧 那时是因为我外公去世了 他作为女儿吧 必须要回来养老送中吧 我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他头发暖暖的 然后我觉得很陌生 然后他也不跟我讲话 我就觉得这个 这是妈妈吗 后来我跟我爸 还有我爷爷也过去嘛 劝嘛 劝他们回家好好过日子嘛 结果从下午然后到晚上 很晚的时候 十一二点 在农村已经很晚了 然后我妈勉勉强要答应回家嘛 回家过日子 结果没过几天 我妈就说要去赶集 说买点东西 结果又走掉了 我爸就更受刺激 因为村子里面的人指指点点 说你们家这家人可能到头了 他说这家人就这样了 有时候春天开玩笑嘛 说你妈妈跑了 他不要你了 我表面说 我说没事啊 无所谓啊 我说我表面还笑着说嘛 那其实心里就躲在一个地方 一个角落里面 就一个人在那里哭啊 或者怎么样 就这样 但是还好有爷爷 爷爷是我唯一的 精神上的支撑吧 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 就代替了我父的那些担子 还是给我的那些爱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受啊 如果说是奶奶 可能还好一点 但爷爷毕竟是个男人 看上去是一个非常严格粗糙的人 就他就即便表现温暖的方式 也不是那种很细腻的 比较沉重吧 然后小时候生了一死大病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 那反正这里面的大肠跟小肠 就结在一起了 肠套 那时候就很痛 痛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 吃饭什么都吃不下 以后爷爷就背着我 到处求医 经常打针 身上的针眼都数不清 有时候半夜 痛得不行了 爷爷就背着我 跑去那个整数还有点远 大概两三公里吧 然后背着我去那边看 打那个止痛针 然后那段时间大概有两个多月时间吧 爷爷是做这个流生意的嘛 那两个多月的时间 爷爷没有去做过一单生意 也没有去外面跑 就天天在我的身边照护我 爷爷会做一些不太像他做的事 小时候因为爷爷嘛 是做这个卖流的吧 每一次我就跟他去买流 买流的时候都会爬过九十三嘛 因为比较远 我们也不坐车 然后每次到那个翻过一座山的时候 在那个山顶下面的时候 我们会歇一下 那里有个很小的小卖铺 那里面卖那个冰棍 到那里的地方的时候 那就是你的天堂 对爷爷总会 他说歇一下 在这里给你买个冰棒吃一下 吃完再走 我永远记得 就是每次到那个地方 就是买个冰棒 然后就去买流 买完流之后再去集市商去卖 卖完之后 就在那里吃一碗面 那时觉得很好吃 那个牛肉面 吃完以后我们再走路回来 那时候觉得很幸福很幸福 比你现在吃什么满汉全息 吃什么帝王蟹都幸福得多 那是一个心里的永远的回忆 但是爷爷每次跟你买冰棍和买面的时候 我相信肯定跟妈妈不一样 妈妈不会说饿了吧 想吃点什么呀 我知道你想吃那个面 就会跟你这样交流 那爷爷应该不会吧 爷爷就说去吃面啊 爷爷就走 走 走面去 甚至问都不会 你直接给你买了 对 就这种感受如今回想起来 到底是像一个父亲还是像一个母亲 我觉得父亲母亲都有吧 父亲母亲都有 都有 其实我爷爷他这个人也很细地的 每次买牛都是走很远的路去买 结果有一次就买到牛了嘛 买到牛 然后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 有一条狗嘛 那条狗可能是一只疯狗 就像我直接冲过来想咬我 我爷爷一看到要咬我了嘛 就马上一脚一把踢到那个田下面 很高 应该有三四笔高吧 一脚一把踢下去 踢下去之后 然后那个养狗的那个人过来跟我爷爷争起来了 真的很凶 然后那时候我看到 我说爷爷在就是保护我嘛 然后还有就是跟爷爷做生意吧 那一天 我们走过很多地方买牛没有买到 那人也很累了 快天黑了吧 下午四五点钟吧 两个人也没吃饭嘛 就很饿 很饿也很渴 然后就去村里面 然后找那个人要了一点红薯 就是那个 生着吃 生着吃嘛 把那刀削了 又解渴嘛 肚子又不够饿 那水分跟那个大白萝卜削了一吃一样 那时候觉得那个红薯很好吃 现在好久没吃够了 很久没吃了 你会发现你所有的气意和生活细节 都是跟爷爷 都是跟这个看上去刻板 无趣 沉默 严肃 但事实上内心特别暖 特别正义感的 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 其实对于你性格的塑造 有很大的影响 很大的影响 对 跟我爷爷很大的 您是不是这样一种人 就是心里特别关心他 他嘴上说不出来的那种 对嘛 就是过这 你说的男子 就是那么回事 其实他是你的心头肉了 就是吗 是宝贝的 当然呀 他夸过你吗 很少吧 没有 但是他的这种方式呢 反而让你更加内心受不了 你知道吗 你要是天天说孩子啊 可怜啊 父母都走了 没关系 有爷爷在 你要天天这样说倒没什么 恰恰是他不说 他表达情感的方式 特别简单 甚至有点粗暴 对 所以你越会感觉到 其实你啊 已经刻在了他的 发了财以后 干什么钱怎么用呢 对国家 都因为 做做更新的人才运用 不是自己享受 不是你发了财 就是一个次次的 对国家 对人们 做做更新 这就是好事 那一个说 爷爷 对下一位 对孙子 对爷爷子 必须就 过分面 管家好 你应该管 对他 搞不久 应该有处 这样 你自己有本事的话 不用忘记 转开 关神 不用忘记 虽然你没有父爱和母爱 但其实爷爷给你的教育 也没有缺失 嗯 爷爷平时有点什么 小嗜好吗 小时候经常家里停电嘛 然后每次就看到爷爷 在那个点上一个蜡烛 炒点花生米 喝着自己酿的那种米酒 在那里喝 他唯一的爱好 可能是喝点酒吧 烟的话也比较少抽 又喝点酒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习惯 有啊 喝点小酒 吃点花生米 但是我要把灯关了 你感觉这个行为是什么 让我想到爷爷 然后告诉自己 不忘初心吧 就是 就是很多男人 有这种固有的嗜好 酒里面有故事 花生米是过去的苦难 你得去嚼 把灯全都关了 是让自己内心更加沉静 偶尔着葬那么一口 其实是对于生活的品位 是吧 太好了 有没有感觉 你现在越来越像爷爷吗 有一点吧 我们性格 你看他坐那说话那样 其实很老成 包括你的穿着 对吧 一点都不像现在年轻人的那种时尚 你挺老成的 对 我们穿衣服平时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能了解你为什么今天来 第一 爷爷弥补了你的父爱母爱 第二 爷爷给了你力量 第三 从某种行为模式和一种精神概念上 爷爷对你有了传承 对 所以 长大才慢慢地体会到爷爷的那种 苦楚吧 那种无赖吧 我这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我很难想象爷爷要是不在了 你会怎样 十几岁的时候也在想 我在想 你也想过这事 想过 但是想了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 因为我怕 如果爷爷 如果说 爷爷走了呢 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支撑我的 东西 所以你特别后悔没让他吃那碗牛肉面 对 应该他想要的都应该满足他 对对对 是吧 对 其实他 很简单的 爷爷等于做了两次父亲 对 你爷爷站起来了 爷爷 爷爷怎么站起来了 有疼 有点腰不舒服 不是我对他的关心 不是我对他的疼爱 如果查他的爸爸妈妈他是有好迷的 还有乞讨的 叫花子的高兴 叫花子 不是可以玩笑的去吗 来你坐坐坐 不不不 我又 你站会儿 站会儿 来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老师对于这段故事的解读 又是智琳啊 几次落泪啊 你是不是你父亲也是军人 不是 看到调顺我特别的心疼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男孩的妈妈 你两岁的时候妈妈就丢下你走了 但是我儿子两岁的时候我都还没舍得给他断奶 所以我一看到调顺我就想 一个在两岁左右妈妈就走了的孩子 今天还能够这么阳光帅气 有一个很好的职业 甚至还能追逐梦境还这么孝顺 还懂得体贴爷爷 这是多么的不容易 这也恰恰是因为你有了一个这么完美的爷爷 否则这个孩子说难听的 能不能健健康康地活到今天都不知道 没法想象 不敢让这个时光倒流 所以我真的觉得太感恩 太谢谢这位爷爷了 真的从他的身上看到了那种军人的力量 就是真的是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苦难来到我的生命当中 我毫不在意 我抬起脚就把他踩得稀碎 然后我还勇敢地阳光地走向未来 带着我的孙子卖牛 回来的路上我还给他买一根冰棍吃一碗面 让他在生活中感受到那种温暖 没有电的时候点上一只烛光 桌上两粒花生米 喝上几口小酒 回忆一下当年的荣光 我觉得这些给每一个面对困难的人 都是一个人生巨大的启迪 他们的精神 他们的这股力量 会永远鼓励着我们往前走 我觉得你能够反思到 我欠爷爷一碗牛肉面 说明你在成长 说明你的力量当中 除了那种刚性之外 也多了一份柔情 我相信爷爷的未来 一定会有一碗又一碗比牛肉面 更美好的东西在等待着他 谢谢你来了 谢谢老师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那我觉得今天 你还可以做一份就是对他感谢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也点个蜡烛 炒个花生 跟你的儿子聊聊天 让他们知道 这个仪式感是来自于爷爷 而这种仪式感的温暖 就会在你们家庭散发开来 成为一种你们的标志 感谢爷爷 我在你身上得到了 坚毅坚强的精神 把这个爷爷的精神传承下去 让你活得更好 也让爷爷活得更开心 好 谢谢你来了 好 谢谢老师 爷爷养牛嘛 身上真的有牛一样的 那些东西在里面 有牛脾气 非常的倔 就是不相信 就是不相信 我活不过别人 我就是不相信 我们走不下去 但身上又有牛身上的那种 敦厚 温和 在带着你长大的时候 有那么多温情 虽然没有说出来 但是内心很细腻地 在关怀着你 在陪伴着你 所以我觉得爷爷在你的生命当中 是一个顶梁柱 是天 同时呢 也是一盏灯 一直在给你照亮前方的那条路 你该怎么走 要像牛一样 踏踏实实的 也要像爷爷这样 很冷静 面对生活很勇敢 也要像爷爷卖牛地走的那条长长的路一样 每一步 都踏实的感觉 我希望 你就像爷爷说的那样 有出息 有了出息干嘛 报效国家 做一个有用的人 那一切都是有意义的 谢谢你们来了 祝老爷子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老师 来 接下来有什么话 跟你爷爷说 谢谢你来了 爷爷 第一次在这部 正式的场合下面 跟你说话 因为我对你那种爱 我很少用嘴巴说出来 但是一直在心里 你对我的爱 我也知道 你也 也说不出口 也在心里 小时候 怪家庭条件不好 怪爷爷没有能力 长大以后才发现 爷爷 不容易 有一次听那首歌的时候 就是父亲那首歌 里面的父亲 我没有想到爸爸 我想到的是爷爷 然后那一次我记得是 坐车的时候吧 然后边听那首歌 边落泪 也是眼泪控制不住地往下掉 想要你们的歌词 那我希望你 如果能不变老 那个多好啊 时光 时光 慢一点吧 不要再要你变老了 我真的很 我真的很爱你 好了好了好了 好 来我们来看看他送给爷爷的礼物 本节目由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物骨比例赞助播出 来您打开看看 谢谢 看看是什么 学长照片是吗 对 给我们展示一下 看看 是爷爷以前年轻时的照片 因为爷爷当兵了这么多年 也没有留下什么 穿上尊重的照片 所以我打印出来了 然后送给爷爷 希望爷爷的精神 会一直感染着我吧 让我鼓励我前行吧 当我们看到他流泪的时候 可以感觉到 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 爷爷就是他的一切 但是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 也希望父母们 不要缺失对于孩子的爱 好的 很感谢你 编导有个意外的安排 来 牛肉面 牛肉面 爷上次 他把牛肉面没吃成 由于我的那个疏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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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你面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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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一直摆手 是说 意思是因为爷爷这一生 都是很朴实的人 他不愿意在尽头面前 要刻意地去展现 但是他 永远是这样 嘴上说不 但心里已经领略了 这个孩子们对他的心意啊 希望爷爷能够活到100岁啊 希望 孙子还有更多的时间来孝敬他 好 非常感谢两位 本节目有三合一新方法 养护骨关节 营养无骨比例 赞助播出 爷爷 我真的很爱你 那我希望你 不变了那个多好 时光时光慢一点吧 好的 如果您也有对不起 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 可以到这个舞台 同样来分享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